那天我值班 然后晚上赶着去急诊看病人 回程的时候就上了电梯 就上了电梯之后跟平常一样 电梯就停 停在三楼 然后门就打开 然后外面就一片黑 然后我那时候精神很不好 因为好几天没睡觉 又关起来 而在打开的时候 我突然意识到说 我刚刚坐到了那台鬼电梯 西方人爱鬼 东方人也爱鬼 医院外有鬼 医院里也有鬼 大家好 我是钟云妮医师 欢迎来到如如说鬼 以前就是有那种 看得见或灵感体质的高人 来我们医院的时候 就有提醒过两件事 他就说 在底端的那个货梯 那个你不要搭 因为那个电梯里面常常很挤 第二个是 一楼的厕所不要上 因为那里面都是人 大家都知道那个电梯有问题 但是大家传的大概都是 你晚上如果自己值班的时候 坐那个电梯 那个电梯 他只要到那个三楼左右的时候 不管你按几楼 那个门整区都没有人 他就会停下来 然后那个门就会自己这样慢慢打开 然后再关起来 然后再打开 然后再关起来一起回合 不管你怎么按 他都一定要结束他自己的回合 他才会继续启动 然后就讲到我那个经历是 那天我值班 然后晚上赶着去急诊看病人 回程的时候 然后就上了电梯 就上了电梯 最后跟平常一样 电梯就停 停在三楼 然后门就打开 然后外面就一片黑 然后我那时候精神很不好 因为好几天没睡觉 就关起来 所以打开的时候 我突然意识到说 我刚刚坐到了那台鬼电梯 然后那时候想说好累哦 你千万不要惹怒一个 已经好几天没睡觉的外科医生 所以我就对着那个电梯说 你做人不要那么稀歪哦 因为那个我已经好几天没有睡 你要玩你找别人玩 我改天再玩 我是外科医生 你给我关好哦 他就很神奇 那个门就停了一下下 然后就关起来 他就没有再打开 然后那天晚上就结束了这样子 这是我跟那个电梯 第一天交手的经验 后来我可能有在坐过这个电梯 可能没有 因为再来就没有什么怪事 我从来就没有那个概念 直到有一天晚上 我接到一朋友急诊电话 告诉我说有个病人 是车祸 撞上腹部 然后内出血的很厉害 我们赶快去把他这个 出血的脏器给拿掉 我好赶哦 那时候接到电话之后 下了我们的急诊车之后 奔向急诊 然后准备奔向开刀房 然后奔向电梯区的时候 心里想 糟糕我等一下等电梯 我怎么上七楼开刀房 这时候有一台电梯的门就开了 然后我就赶快坐上去 那简直就是开着等我 要坐上去的时候 我突然一惊心里想说 这不就是那台闹鬼的电梯吗 可是他没有停哦 他就一路到我们七楼开刀房 然后他就打开 然后那一瞬间我就突然就走 背景很凉哦 可是心里又很暖的感觉 所以我出去 二次我就跟那个电梯绝工说 谢谢 不论怎样我会尽力 这就是我跟电梯的交手经验 晚上只急着 来了一个没有生命迹象的婆婆 手忙脚乱了 我们就去外面帮忙 把他救回来 然后就上了江湖病房去 学长就跟我讲说 最近就是江湖病房 醒来的病人好像都说 他们看过有一个穿白衣的人 结果过了几天之后 那婆婆就要转出普通病房了 那我们就刚好换了我们单位 结果就问到婆婆说 你觉得身体还好吗 我们要转去普通病房了 你都好好了吗 那我婆婆就看着我 然后说 这几天怎么都没有 那个穿白衣服的医生来看我 我以前想白衣服 我也穿白衣服 我就说 你是我吗 还是我学长 他说不是哦 是有个白衣服的人 然后他头发流的长长的 有个肤质 那个人好像是外国人 高高的鼻子 因为那时候我认识的医院 是个基督教育员 我想一想这样 院幕部好像有发那个单张 我就把那个单张拿来给婆婆看 长得像这个吗 就那婆婆之前跟我说 对对就这个人 然后我就很惊讶心想说 哇不会吧 该不会那一阵子 大家看到的全部都是耶稣基督 当下是真的觉得 好像蛮被祝福的 你就讲说 原来在基督教医院 原来都会有神来看我们 所以那次一次 我虽然没有看到 但是觉得非常温馨的经验 我那时候才实习 那时候我照顾个血癌的病人 后来他就胃穿孔 并发了败血症 然后就走了 我照顾他的时间最长 我照顾他有到一个多月的时间 所以彼此很认识啊 甚至会聊一些家常 那个当下我没有办法把他当作 他是一个普通的病人 他甚至有点像是个朋友 那时候我年轻真的是哭了很久 第二天早上 我还是轮值那个加护病房 然后那时候我就看到 有一本新出来的感染学那个手册 我就觉得说 哇 我有点想买那本 但是觉得好像这个月生活费不太够 然后正在想这件事的时候 突然就有一个药商 平常不太会来的 进了加护病房说 诶 终于是东西说 你怎么没有来参加我们早上的那个程会 然后这里有多几本就是那个改载学圣经 那好像也没有人特别要 学长姐好像都有了 你要不要这给你来 我就梦想要被塞了一本 我想要的 我就觉得哦 怎么这么好 正在这么好的都觉得心里面想说 如果有个杯星巴克就更好 就没多久之后 就有个学长走出来 跟我说早上晨会的时候 多了一杯咖啡 你要不要 反正也没人喝 然后我就拿在手上 然后突然就觉得 好奇怪 怎么会有这种心想事成的感觉 但是我跟你讲 这种东西也不完全巧合 因为我有问过我学长姐 当你非常在意的一个病人过世的 有一段小时间 但不会把你的病人当许愿精灵 这不是这样 会有一些小小的时间 好像你有一些小月汪汪汪成真 那我觉得我们就把这个东西当作 跟病人之间爱的交流 跟一个他的一个感谢的回馈 那我们就彼此思念 大概十几年前 鬼月真的蛮多病人 他如果可以的话 就尽量把他往前或往后 尽量错开那段时间 时代越来越进步 好像这件事情越来越不存在 可是我的长假 还是都会看着农民逆情在鬼月 因为我想那是病人 这不需要我的时候 然后后来我看了一下 发现鬼月会约的 大概都是教族人员 放暑假的时候来 所以小孩真的比较可怕 大概是那个时间来开刀 那后来就发现 现代人真的比较没有差 我碰过一个比较情义的case 就是我的名字也是他 去求神问不宝贵 觉得OK的 第一次我们约那个时间之后 他把我取笑 临时取笑原因就跟我说 当天早上占卜 我觉得今天这个时间不OK 我就说你去补一个 你觉得很OK的时间 然后当天早上 答应我你就不要再补了 我们就调他要的时间 没有问题 我都能配合 OK的 但我自己碰到比较特别的那个 就是他本身是一个项命老师 他自己会排命盘 那来的时候 人就比平常人的那个 项色看起来稍微白一点 看起来就是贫血的状况 他就坐下来 然后我其实有点害怕 我心想说 就是直接这样来 感觉来了以后就是准备要开刀 会不会想的不够清楚 但老师就跟我说 不会 我都想清楚了 我补了一个挂 里面出现了一首诗 云影 阴晴 脸 覆开 霓裳 彩彻 吾其来 提了这首诗之后 我就吓到心里想 怎么会有人在我病历后面提诗了 他就说你看这个开头云 你就是你 我就是该找你 那我说 好啦 你先不要想找我这件事 你那个三个月前抽钱 只有 血红素数值6而已 平常人大概十二十三 你只有一半 我就有一点想拒绝他 就跟他讲 你那么久没有抽血 我觉得你不一定会过关 如果不过关 我就不开刀 OK 老师就说 不可能不过关 我相信那首诗 跟我相信赞卜的结果 我心想 我妈妈妈妈 最底线的那个抽血数值是10 他抽出来就是10.0 我根本没有拒绝他的理由 所以我就帮他开刀 开刀了以后 他整个恢复 也是出乎想象的快跟好 一生都会觉得是我技术不错 没有 老师觉得是因为他赞卜是准 也是准啊 有一次有一个老师 跟我在讨论说 医生这个行列 很像是渡者 就在河上面摆渡 渡他过人生 有一段比较湍急的河流 所以从此之后 我都觉得对 这就是一个同传的 一个短暂的缘分 但是我们能够带着他 安然地渡到彼岸 这个想法开始有了 更深刻的是 我之前有一个病人 他蛮有趣的 也是痴疮开完刀之后 恢复虽然很良好 但一直都会觉得说 好像治病有点疤 那边有点不完美 那我就记得 其实我在中间帮他 小小做了修整了两次 都是橘木马醉 他也够相信我 所以回来两次 第二次回来的时候 因为我就看他的伤口 各方面都已经非常完美了 连我都觉得 没什么好挑剔 他也觉得没什么好挑剔 然后最后他就送了我一本 心经 他在那个心经的首页 他就写了 照见五蕴皆空 度一切苦恶 他就拍拍我的手说 就是我们一起度了一切的苦恶 然后那时候就觉得说 哇真的是一段缘分 当下你就知道说 可能从此之后我们就不相见 因为我们缘分就在这个地方 画下一个完美的句点 对啊 所以我蛮相信的 我觉得一病就是缘分 也希望我们就是尽量能够完成病人的托付 因为是一段很好的善缘 我们今天讲的是鬼故事嘛 但是其实不管人或鬼 我都很相信 爱才是所有的主题 所以有时候当你觉得恐惧的时候 想想或许在你身边感受到的这些 是充满了善意的灵体 或者是充满善意的一个意念 可能你就会觉得没有那么害怕 而且那种被护理师抱怨 讲说 你那个我怎么都请那个时间 我就说一个鬼月啊 他们的屁啊 最好是你那个时候 他们跟平常差不多 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按喜欢订阅 并开启小铃铃铛 prom soir 言 音乐 词音乐